大家好 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看我的频道之前见到有广告 请大家帮我看完广告 如果哪位未订阅就按下小铃铛 就帮我把影片分给家人和朋友看 喜欢我的频道就帮我赞一赞 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给我的 再次多谢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和大家去澳洲雪梨寺唐人街 还有雪梨歌劇院 有些人叫做裸鹤大楼 还有我去英女王维多利亚大楼 左边那间是食点心 中间这间大队是卖皇帝饼 黄帝饼好像我们说是鸡蛋仔 但是它是大过一点和厚身一点 里面有馅的 这一档就卖到排队的 今天这里就少些人 往人时排队很长的 它就是用鸡做的 用鸡做出来的饼 都有人时不够买的 要排队来等的 今天呢我和大家介绍 地方呢 如果有广场 介绍清楚 这些街名 或者地方呢 很多都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有广场 希望澳洲 网友明白呢 就帮我感慨 给其他网友 清楚点 这些街道 就比较小 在那边路 这边路 这条街就是唐鹿街了 这间呢 马克思梯呢 是很大间的 是一间商场来的 里面呢 就有茶楼 各样都有的 街角这间呢 就是娱乐中心了 一间呢 我们会坐这些电线车呢 就去这个 罗鹤大楼 就是雪梨歌剧院了 这里呢 也都有新楼 也都有旧楼 全部都是唐鹿街附近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就开始游这条世界 这样直行进去 一路直进去 走到这里 你见到右边有些树 就是达宁港 就叫做Darling Harbor 现在就改了名的 现在这一节就改了叫做Darling Water 之前就是一个演唱会的会场 很多香港歌声都是在这里演唱的 拆了之后 就将它起到这个游客的景点 我们一路直行 走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那些高楼大厦 这个就是雪梨市的塔 现在是一个游客 以前是重建不久,以前是展覽、車、機器都用在這裏 但這間是很大的 現在他將來做了遊歷區,例如咖啡店、餐館之類 以前這個場很大,由這裏一直到後面那一部分 都是這一座的,但現在他就起到是這樣 這裏就是展覽中心一路落,由這一座是重建的 在這裏就有一個叫做中國花園來的 接著在這段路就建了一個水池 但是這個水池就可以用來洗腳這麼淺 很多人都走下去洗腳 接著我們走到這裏就看到這間四四方方就是戲院來的 這間戲院就建了很多年了 但是到現在都還未開張 這裏就是個戲院環邊的大廈了 看見是很漂亮的 來到這個地方就叫做巴令哈巴 我們就看見高樂大廈了 這裏這間 頭一間這間 就是來市的新賭場 叫做王冠 哇 那 再一次 一個 吃 這裏 可以 看一下 這座是英女王維多利亞大樓 十二年前,樓上有隻玉馬,很漂亮 但現在都不見了 這座是英女王的石羊,永遠放在門口 但最可惜的是,英女王死亡之後 將牌方或英女王的名字 然後改名 現在我走過對面馬路 有一個站讓我們坐電線車 去到雪梨歌劇院 對面有一間教堂 這間教堂叫做Town Hall 我們已經開始上了電線車 路經一直都是在英女王大廈開始 一路走,全部都買了名牌貨 一路走到雪梨塔 在雪梨塔那段路 開了一個商場很大的 已經幾年了 很多名牌賣 應該可以排到世界上排第二 最大和最多名牌的商場 亦都可以由那個商場 裡面走直通過這個 英女王維多利亞大樓 我們會進入去 各地行車 接著去到雪梨 接著去駅 接著去駅 回到雪梨 接著去駅 在雪梅 在雪梨中 我們會進入雪梅 我們會進入雪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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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